其實就是情人節收到這個禮物 其實會有一點感動 情人的感動就是 我覺得這個很符合 那個這個情人節的代表 因為它就是低調 可是卻代表很重的體力 對 而且它隨時隨地 不管怎麼樣是百搭的 對 你要休閒也可以 你要隆重的也可以 等於說你一年三百六十年就可以了 最好是不要離身了 隨時不離身在身上這樣 你一定不打算脫下來了 對 它其實說我們這款酒店是有意義的 對 我覺得送女生東西 一定要有一些小心意在裡面 其實它是有一個夜光光 就是在燈 沒有燈的時候 它上面就會浮現酒店 所以你看 當它送的時候 我們的背板就呈現了酒店的塑料在上面 對 我覺得就是男生送給女生 有一些 可能你看一次 是一直手錶 但是它也沒有滿滿的心意在裡面 就是非常有 所以要送的時候千萬不能講 你一定要安排一個 對 而且還要假裝是停電的狀態 停電的狀態 還有有人負責外面關燈這樣切電 然後突然要手錶出現在 對 然後不會唸怎麼辦 噢 不行 這個一定要 這時候帥哥就要講鑑定 噢 這個就是酒店 就是不愛你的意義 噢 會嗎 呵呵呵 其實這款玩表除了酒店以外 還有LOVE 然後還有ARMORE 三種不一樣的意義 那你想要對愛人說什麼樣的話 你就送給他什麼樣系列的玩表 今天呢 我們最後要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是 就是夏立豪現在有Facebook的中文粉絲團了 對 我就可以讓所有大中華地區朋友 可以來追蹤我們最新的訊息 還有包括我們的設計裡面 對 又婷加入了嗎 所以要趕快拿起你的手機 在夏立豪的粉絲團按讚 沒有錯 今天一定要好好來加入我們 夏立豪的中文粉絲團 再一次的感謝我們兩位 非常帥氣的 休憲團最美麗的Joyote 謝謝 我們是讓兩位再一次在背板前